原住民族傳播權實踐需要更周延廣泛進行 9號Aliant 96.3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的開播 讓族人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廣播服務頻道 其他國家原住民族也根據資深經驗分享 認為這項在台灣的創舉非常有意義 不過籌備這樣一個很不一樣的廣播電台 廖偉凡坦言以自己過去30多年製作廣播經驗 以前做5分鐘的單元最多只花半小時就能完成 現在5分鐘單元需要花上4到5個小時 因為中文加上足語做成雙語後 未必就能馬上配合廣播節奏 足語的老師他未必能夠配合廣播的 這樣的一個節奏 所以我們要比一般更多的剪接 重新搭配 然後把一句一句的語言對剪在一起 我們好像在做每一個族語的單元 我們都好像在做古早年代那種金鐘獎比賽的節目一樣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也有學者提出看法 認為目前一個全國性廣播電台還是有它的限制 未來可能需要依照收聽族群分布 更細緻做出貼近當地語言使用的收聽方式 以一個頻道做全國性的服務要達到各個族群都能夠滿足的程度 確實還是有它的困難需要克服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倒希望是比較有更多地區性的 更屬於地方性 屬於族群性的 多功能多元化的服務頻道 至於如何培養具族群觀的廣播人才 真正落實援助民族廣播電台重要角色 也將成為未來一大課題 記者喜故五六新北市新莊採訪報導 很期待